欢迎收看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明贤好大家好 另外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基文兄好 大家好 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好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谢佩芬 佩芬好 何荣哥好大家好 好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呢 就是蔡英文总统确定在美西时间4月5号 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Kevin McCarthy 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见面 这个消息呢包括了总统府 还有麦卡锡办公室都已经证实了 但现在大家好奇的是 两个人见面到底会谈到什么 总统府跟美国众议院的 这个 McCarthy 的办公室都宣布了 蔡英文总统在美西时间4月5号 会参加由麦卡锡所主办的双边会谈 而地点就是刚刚所说的雷根总统图书馆 蔡英文双方达成共事之后 那会决定那么共同发布 那先是发布这个新闻的采访通知 媒体好奇的几个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会跟麦卡锡聊些什么 会帮台湾能够带回些什么 蔡英文总统在贝里斯访问的时候 媒体非常地好奇就询问总统说 到底跟麦卡锡要聊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行程 是在看这个备洋计划 所以蔡总统就神回了一句说 今天不是来看洋的吗 好 这个蔡卖会会是访美行程当中的 重中之重吗 但是华尔街日报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华尔街日报看整个蔡总统 这次到美国过境的行程 特别点到了几个重点 包括了蔡总统抵达纽约 还有马英九前总统访问中国 那么在中央社的官网 都只分到更少的版面 另外是蔡总统过境纽约 两晚是在审慎的氛围下进行的 还有期待他的哈迪逊的研究所 邀请函上面 没有印蔡总统的名字跟活动的地点 而是用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用这样的字眼来带过 这次特别蔡总统要和麦卡锡见面 大陆方面在之前 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告了 要用反制作为 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 跟着出访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尊岩 那么他就提到了 特别也用了美国前总统雷根的一句话 他说正义足够勇敢 邪恶就会失去力量 跟民主国家进行交流 是台湾人的权利 不容外人智慧 也期待在洛杉矶跟麦卡锡 面对面的交流 并且和美国跨党派的议员 面对面的意见交换 因为这场会面 现在不只是共和党 包括也传出有民主党的人士在内 来佩芬先告诉我们一下 府院这边党政这边 所掌握到的讯息是如何 其实这一次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其实全程的话 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 包括说她是很冷静的 自持而且是低调 但是是非常务实的 怎么会这么说呢 包括说在纽约的刚才说到 这个哈德逊的研究所 虽然说可能邀请韩上是用特别的贵宾 但其实在事前 他们也就释出了讯息说 是要颁证个蔡英文总统 这个全球的领导人将 那当然这一次就是回程的 加州之行跟麦卡锡的 众议院议长见面 更是重中之重 那先前包括说很多的外媒 还是本国媒体有传出说 会见面又会取消 就是各种猜测都有 那现在麦卡锡的办公室 跟我们的总统府 同步发出这样的讯息 同步发出这样的讯息 其实就代表说 双方是有共识的 希望说就是在同步讯息上 让大家不要再各式各样 这样的猜测 那大家也知道说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在美国国内算是第三号的人物 就是说就这个 继位的顺序而言的话 那当然他是这个民选的 这个就是国会议员 然后国会议员之间 互选出来的众议院议长 他当然是具有他的象征性 跟他的高度 那这也是我国的总统 虽然说历来都有这个过境外交 但是这是第一次呢 跟这个众议院议长 在美国的本土来见面 这当然是有他的意义的 OK Rus 你觉得他们会聊什么 首先总统可能要问麦卡锡 为什么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 川普会正式被嫉妒了 因为这个会抢新闻 真的这个有点可惜 虽然不是同一天 因为川普就是在今天 对是第二天 但是unfortunately 很多新闻就是会讲到川普 不管是美国国内有国际新闻 所以这次 才总统跟议长见面的时候 可能新闻比较 就美国国内来讲啦 这个川普的新闻一定是最热的 当然当然 那会聊什么 可能是 就是每次美国国会议员 来台湾一谋一样 讲究的立场 国防 民主 民主国家 都要站在一起之类的 或这个resilience 不管是semi conductor 半导体 或其他的供应链相关议题 没有什么新的或不同的议题 就是老议题 每次美国政治任务来台湾 一谋一样的 大概基调是差不多的 不过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他们之前 已经提出警告了 说麦卡锡 如果跟蔡英文总统见面的话 会采取反制行动 不过说归说 但是你看到了 这个行程已经确定的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 John Kirby 已经表示了代表白宫 就是美方的立场 那么表示说 中方没有理由对此反应过度 虽然说在口头上 像是提醒中国大陆不要反应过度 但是你不能保证说 或说你不能要求中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比如说具体的行动 美方会不会担心中方接下来 特别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反制作为 如果真的有军事方面的反制作为的话 美方有什么相对应的动作呢 Rassen觉得 我不会用美国担心这个方式来行动 我们都可以在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其中一个选项就是跟去年一样 就是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军演 比较大规模的军演 就是这个我们不能排除 大陆会这样做呢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去年美国海军也有它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 不只是大陆有军演 美国就派它的海军在附近观察 会不会让像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 算是鹰派满意 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一定会有它的动作 如果中国有打过一某军演的话 但是问题是动作会不会太小 太精神 那什么样的动作才叫大呢 对啊 要排航幕 经过台湾海下 才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因应措施 但是好像拜登政府不愿意做到 看完了蔡总统之后 也来看一下 在中国大陆访问的前总统马英九 它是结束了清明回乡祭祖的行程 但目前还在大陆 那它现在是4月7号 这个预定的时间 在4月7号要回到台湾 靖州刊就分析说 马英九这次去 是有意为国民党2024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要下指导旗 希望把两岸的论述 再拉回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然后呢 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它的政治能量 还有包括它个人的历史定位 有一位党内高层呢 他也不讳言的说 包括现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这个 现在认为是国民党内最强母鸡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虽然对于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刻意的冷处理 但是现在呢 在提不出更好的一个新的两岸论述下 那也不得不采取尊马的路线 来 民选 根据你的评估 因为大家现在也在看的是说 马前总统不管他的行程如何 有没有提到的中华民国一中各表 还有包括说 讲到说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大家在关注的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国民党包括了朱立伦 还有包括侯友宜 接下来能不能够接得到球 还有怎么接的评估 马总统在中国大陆访问 提到的两岸主要是法理现状 从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订购的框架 是两岸的法理上的一个关系 那可是这一个两岸的论述 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这个方式能不能变成 国民党未来总统选战的一个 两岸政策的主要的论述 我觉得还是两个 第一个 他的两岸论述 能不能是在台湾内部 形成一个多数的共识 能不能台湾民众能不能接受 第二个法理现状 两岸的法理现状 等不等不等同 两岸的事实上的现状 就说现在我们 台湾多数人认同了 还是中华民国主权 存在的一个事实 这不能改变 那第二个就是不同 台湾不被统一 台湾不寻求独立 民党现在实在也不寻求独立 还有一个最主要是不武 你大陆不要武力威胁台湾 所以就说中华民国就说 现在的现状不要被改变 那谁在改变 就说你大陆对台动武 甚至共计绕台 这个都是有企图改变 两岸现状的一个动作 我这样问 这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一直到目前为止 特别是在2024这个大选 大家认为92公司 可能是票房毒药 那么这一次马前总统 他在大陆不断的也提到了多次 这个92共识 所以有人就在想了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又拉回来 表示92共识还是一个不是毒药 而是有助于选情 92共识确实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运作包括两岸官方的互动 你必须要在政治上 采取一个模糊的立场 可是在当你北京把它定掉 92共识是一国两制的时候 在台湾确实很多民众 听到这个词就会有反感 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词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如何拉回 一个模糊的态度说 如果北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话 那你92共识 你就没有一个互相承认 或者是互不否认的一个框架 所以侯友宜的两岸论述很清楚 侯友宜有可能变成 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这几次的讲法都说 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我们家叫台湾 所以他还是回归到一个中华民国的 是一个主权存在 一个事实架构之下 92共识也必须回归到 只有必须要对岸 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主权 存在一个事实的架构底下 不要用武力片面改变两岸 目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两岸目前的一个现状的架构 不能去打破嘛 如果你要试图打破 任何一方要打破两岸现状的话 这个都不被台湾多数民意所存在 所以国民党的架构是这样 国民党两岸论述 我觉得目前侯友宜可能成为一个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变成母鸡 他的两岸论述一直围绕在中华民国 的一个存在的事实架构底下 所以马总统论述的是 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一个法理基础 可是跟在选举上 还是要取得多数民意的认同 跟一个习例 所以过去那一套可能行得通 可是在现在这一个 我觉得还是党内还要形成一个共识 至少我认为侯友的论述 会比较接近 台湾多数民意的一个共识 我简单请教你的个人意见 简单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觉得马前总统 目前此刻到此刻为止 他在大陆的不管是言行 那对国民党的选情有加分吗 我觉得至少他讲出了过去 一个宪法的框架 是国民党两岸论述的一个框架 可是至少维持他该做的 我认为至少没有扣分 没失分 没有失分 可是你要再进一步得分的话 那一套两岸论述 要必须要让中华民国的一个 这一个元素要更多 所以说在台湾在选举的过程中 至少才有得分的效果了 了解 现在就看朱立伦 还有包括侯友宜 还有包括国民党 整个要怎么样去接 马前总统这个球 那这个时候在大陆访问 其实不只是马前总统 包括了日本外相林方正 他在2号也和大陆外长 同时也是国务委员的 秦刚举行的会谈 这是林方正第一次 跟秦刚的面对面会谈 那林方正也分别会见了 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还有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两人 日本共同设置报导说 秦刚在会谈当中 他提到了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 而且警告日本不该涉足台湾问题 不论是任何形式 都不能够损害中国主权 而林方正也提到 台湾海峡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 所以日中双方现在都看来 是共同表达对于台海 在稳定的关切 双方是不是在进行的是一种管制分歧 其实他从这样的谈话 就可以明显知道 这个交集是台湾议题 但其实还是各说各话 特别是大陆还是重提 他对于台湾相关的主张 而日方的态度 其实就印证 美国印太战略一样 追求台海的和平稳定 而且美日其实强调一个重点就是 以美国所建构的国际秩序 不容片面改变现状 我想这个就是日本外向谈话 一个弦外之音 我必须说日中关系 其实冷了好一阵子 原先大家认为岸田首相上台 拔着外向林芳正 他算是亲中派 但似乎过去以来 没有发挥他应有 大家认为这样的一个印象 反而中日关系 其实越走越远 包括贸易 包括军事 包括安全等等 特别是日本 近期还配合美国与荷兰签订了一个晶片 制造设备的一个对中的限制 一个协定 这无疑为双方在经贸这个关系上 也打下来一个很重的一拳 我必须讲 中日关系其实就整个架构来讲 日本没有自己的主张 日本完全是依附美国 特别在整个印太架构 但很吊诡的是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经贸关系又非常的密切 截至2022年6月的统计 总共有12700多家日商 在中国大陆经商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涉及的行业 而且非常非常多 因此即使美国 这几年积极强调所谓的经贸 相关的供应链脱钩 但对日本来讲 其实它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如何把握 我认为它可能还是在 军事和安全这个部分 配合美国 在基贸这个部分 有所自己的利益 进行相关的调整 这应该还是未来日中 双边关系一个发展的组筹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